既然兩位都是會生活 懂得生活 而且會懂得CP值很高的享樂方法 口袋名單 各提供一個 餐廳嗎 我剛才發現我忘記講一個 就是因為最近就是 有去墾丁那邊拍寫真集 然後那邊墾丁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它飯店 就是可以有那種一打開 然後就可以躺在沙灘上 有這樣的飯店嗎 有 你看你都不知道 我不曉得 有 好像有兩三 有幾家 是喔 對 然後它就是一打開門 然後海 然後沙灘 然後你是可以 就是一走出去 然後躺一整天到晚上都可以 然後你還可以在沙灘上吃東西 又是吃東西 你現在是不管任何的美景 到哪裡所有的 一定要吃東西 它還可以當秋千 就是你可以 或是你不想要這樣的話 你還可以回飯店 我自己會有 吃東西 對 我自己會叫外送 然後到浴缸那邊這樣子坐著 然後這樣子吃 浴缸吃 也是 浴缸禮食 這很棒 還是它很實在 就是肉食女就對了 就是要吃 爽 在海邊吃東西 浴缸吃東西 在房間吃東西 對 沙灘吃東西 沙灘吃東西 因為現在大家不是都喜歡吃 吃喝喝喝 對 然後吃點小吃 對 然後讓大家去查一下 墾丁喔 超厲害的 台南小吃就真的不用講 那個老街多到不行 幾乎不會雷到 因為我喜歡去 台南沒有地雷 因為台南的小吃 真的沒什麼地雷 就是我喜歡它 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然後心情也會很好 所以我覺得 你只要心情不好 你就去台南 可能帶五千塊 你就可以花到不行 就是小吃 都可以一天 隨便吃也花不到一千塊 真的 但是該早起要早起 然後該晚睡要晚睡 對 有很多早餐 早早就賣完收攤囉 很多宵夜 一定要吃完再去睡覺 對 肚子要帶著 來 那宇安呢 我挑了兩家 一個就是在台北市 南京復興那個地方 有一個在二樓的烤鴨店 非常的有名 南京復興 因為通常大家也知道 吃飯就是人多熱鬧 可是現在很多都是小家庭 或者其實也不適合 這麼多人一起聚餐 像我推薦這家 是因為他六個人就有桌菜 一個人大概五六百塊錢 你就可以吃到 非常好吃的烤鴨 然後還有一些北方菜色 我覺得對於上班族 大家下班要聚餐 人沒有很多 六個人就可以有桌菜吃 而且可以吃很飽的 是 對 我覺得CP值很高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歡吃肉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是肉食主義者 一定要吃到很多肉 才會開心 然後在那個精華酒店附近 那個應該是哪個 南京跟中山北路 有一個在二樓的壽喜燒 日式壽喜燒 那一家它是吃到飽 它有分肉質 你和牛吃到飽一千多塊 那你說我不要吃這麼好 因為有時候和牛吃到飽 會有點太油 你大概就是美國好一點的牛肉 大概九百多塊就有了 你就可以吃到飽 而且如果你喜歡吃肉 配一點發酵性的飲料 就是譬如說酒精之類的 你可能 你如果不要酒精的 大概一百塊就隨你喝到飽 那如果你譬如說 紅白酒 啤酒的 大概三四百塊錢 你也可以喝到飽 所以如果一些朋友聚餐 愛吃肉的 喜歡喝點小酒的 我覺得那一家還不錯 我要確認 勇福老師什麼手面向的人 天生就有享福命 能夠看美景 吃美食 聽到好的事情 好 我們講的享福 就剛剛講的嘛 要吃 要看 這是物質方面的享受 是 那享受 當然這個享福 也包括精神的享福 是 重要還要 你要有那個時間 就是說我們有這種 享福命的人 他的長相特色是什麼 我把它整理成四項 來做個惡藥的說明 首先第一項 當然是看嘴巴 嘴巴要怎麼樣呢 口型完美 口角上揚 注意看 我們一個人的五官 眼睛是看 鼻子是聞 耳朵是聽 他都是要工作的 要付出 只有嘴巴代表什麼 接受 享受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人 有沒有享福命 當然嘴巴最重要 嘴巴是享受 你吃也好 吃各種 喝也好 都是嘴巴 然後講好聽的話 唱好聽的歌 這也是精神的享受 也就是說不管是精神 不管是物質的享受 當然以嘴巴為主 所以你知道口型完美 口型完美就是這個 靈角分明 然後口角上揚 你這個人天生就有享福命 那以享福命 兩位貴賓 這個第一項都有到達 第一項都有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是看整個臉的 福氣 代表人一個的老年 或者看結果 看貴人 看我們講人的福氣 福氣在哪裡 就看這兩個 而且這兩個 有人說甚至跟你的前世 英國有關 你前世好 這一世來享福 所以你就有這樣的耳朵 這樣的下巴 那宇安的耳朵 是符合了我這一項 我沒有 那遠圓呢 你是符合的另外一個 地格 你是地格 從正面看 你的地格是圓的 那個遠圓 你的藝名叫遠圓 是不是因為你的臉 遠圓的意思 對 你看 他眼睛圓 臉也是圓 對 因為從小出生 我馬上就說我臉很圓 他就說那就叫遠圓這樣 所以 遠圓的人天生就是享福命 他遠圓的 遠圓整個人就是感覺 雖然他已經不是 不是二十歲以下的小女生 但他還是整個人 充滿了膠原蛋白 真的嗎 我不想要 你不想要 因為我內心已經四十歲了 我想要瘦瘦的臉 剛才我看他的手 你一直都在吃 你還想要瘦瘦的 剛才看他的手 細細滑滑嫩嫩 然後臉圓圓的 很有效果 好命的臉 另外你注意看他的手 他的那個兩個拇指 他的柴褲非常清楚 柴褲線 柴褲 剛好故意在他手上畫兩個柴褲 很明顯的把錢財 就是我剛剛在前面講的 就是貧修命 富翁命 錢財能夠守得很住 兩個柴褲 把他的錢財全部都守住了 所以天生的是享福命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是很特殊的 我們人的福氣 人的享福是從根本而來 也就是從腳底接地氣而來 那麻煩各位在洗澡以後 平常穿著鞋子看不出來 洗澡回到家裡 襪子脫下來 這時候你看看你的腳趾 腳趾大概可以分為這三類 當然還有個第四類 第五類比較少數 大部分都是這三種 第一種就是享福命 注意看是第二個字 我們只要有五個字 第二個字特別長的 就是享福命 第二個就是勞碌命 勞碌命就是前面這一個 三個平的 當然平不是說完全平 可能會有點撐吃 但是基本上前面三個平平的 這種就是勞碌命 還有一種直線下滑的 就是比較平順 就是有勞有貨 比較平順的 那這三個裡面 我們現在著重的就是最左邊的 這一個就是享福命 他享福命就是第二個字 特別的長 在我們的腳的五個字裡面 當然拇指是最重要的 就是最大 但是十指就講的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代表你的賺錢能力 也代表你積極主動享福 所以我們注意看一下 是最左邊的這一個 你的第二個字特別長的 就是屬於叫做享福命 老師 我想問 那如果 因為我自己是第一個 但我也 恭喜 也有看到很多人是 第二個或第三個 我自己就第二個 對 我想說那樣要怎麼改善 就是不要勞碌命 這個沒辦法改善 你也沒辦法剁掉 這個腳趾不能不給你進去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可能看到這個節目 他會覺得很難過 但他如果不想要勞碌命 要怎麼辦 要轉念 轉念 就說好棒 我的身體天生就很好 每天都可以做運動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第四項 第四項我們是用看手 好 那手呢 首先第一個 手轉 如 如棉 就是說手非常的細膩的 像我剛才看的演員的手 就叫非常細膩 另外還有一個 是看我們的手腕線 手腕線就是手腕這邊 這裡要有福祿壽 就是要三條線完整的 叫做福祿壽手腕線 一般人大概是兩條或者兩條半 或者甚至有的就一條 那三條是什麼 三條就是福祿壽 那我這樣算三條嗎 完整的福祿壽 就是享福好命 在前面我講的這幾項裡面 這個福祿壽 是算比較少數人得到的 其他人比較容易得到 這一項比較不容易得到 大部分人得不到三條 我每天看 我看我也是只有兩條 我不可能自己在把他 用刀子再畫一條 這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天生你福祿壽 就是享福命 恭喜你 恭喜你 那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做參考囉 年輕人 你在迷我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吃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請点出官方粉絲團 請問我 請點出官方粉絲團 請點出官方粉絲團 請高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